中央电视台 目前的上岗的事迹65个积分 还在联赛积分榜的第一 领先排在第二位的广州庞大呢是有5分 那么在联赛还剩下两轮的情况下 今天他们在巴布人体育场面对北京人和 上岗的只需要主场拿到一分 便可以提前加冕获军 超级联赛 上海上海队对北京的国际的比赛 在上海巴布人体育场 采拜员和双方联赛将会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上轮的天王山之战 上岗是无比次战胜了恒大 领先的优势是跨大到了5分 那么由于相互的交锋战地上领先于恒大 上岗的最后两轮比赛只需要拿到一分 就可以提前锁定过军 那么今天呢上岗在中场面对的是已经提前保际成功的北京人和 上岗能够延续近期十三轮不败的赛只需要拿到一分 以外的金身在赛前呢是一致为大家的所看好 因此呢奔场的比赛中超的新王有望在奔场比赛加冥 中方的运动员呢在残缓组的带领下 不如到今天比赛的内场 今天的上海上岗那边带上队长修标的十四号王生超 今天的比赛 上海上岗队的十号获尔克是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赛场 今天的比赛呢三个外援 引导的是阿哈迈托夫 阿尔克森 以及奥斯卡 请决定起立 畅托夫 阿尔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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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很快的也会正式的打响 那么今天上岗在主场要面对这个对手 北京人和 前28轮的比赛人和是9胜9平时负 击36分 排在联赛的第8 领先排的第9位的全界等三轮球队是有4分 上轮的比赛是2比1 击败了大连一方 这样的话达到36个击分踢肩上岸 应该说没有了保级的忧虑 今天的比赛在北京人和呢 也是近前逐利登场 对于双方审划队员的情况呢 随着比赛的进行 就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北京人和今天这边的厂长队长呢 是门将12号张烈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顾春寒 第一助理裁判曹毅 第二助理裁判于悦 第四官员夏军 士兵裁判的是王静 上海上港这边的厂长队长4号王成超 今天白天呢 上海呢 一直呢 是稀稀里里的下了一些小雨 那么今天呢 在晚上 现在这个时候呢 雨呢 基本上引停了 空气呢 非常的湿润 而且呢 温度呢 大概是在18度左右 应该说呢 在这样的天气的情况下呢 听比赛呢 还是比较舒服的 我们也期待着双方的球员 在今天 为了我们奉献上一场 精彩的效力 北京人和主帅路易斯 加西亚在赛前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说到了今天的比赛 对一趟白球的话呢 要球员拿出 这种职业的精神 上海上港的主帅 佩雷拉 今天他会摔领他的球队 在主场 取得胜利 顺利的 加冕中超新忙 7号乌磊 乌磊呢 上一场的比赛 打多了班平的进球之后 已经是在中超的射手榜上 26球呢 排到一位了 领先身后的伊哈洛呢 是有二 呃 有五个进球 虽然呢 还有些 毛毛细鱼 但是呢 对比赛呢 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本人所带来的比赛转播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八文人局场 为大家带来中超联赛第29轮 这一场的比赛呢 是由上海上港 在主场对阵 北京人和的较量 这一场的比赛呢 应该说呢 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 那么在联赛还剩下两轮的情况下 上海上港呢 是领先 排在联赛基本榜第二位的广州 恒大呢 有五分 分场的比赛 只要他们拿到一场平局 也就是一分 便可以提前加冕 联赛的冠军 好 利用这个时间呢 还是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双方首发队员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海上港这边 能将一号严峻林 七条队员 五号时刻 二十八号贺冠 四号王申超 二十三号复判 二十五号埃哈美多夫 六号蔡卫康 八号奥斯卡 十一号吕文军 七号乌磊 和九号埃尔克森 今天的比赛呢 在主场 上海上港呢 是一身红颜色的运动服 而北京人和呢 是一身白色的运动服 标普这边给 传进去 副官将球呢 先解决掉 这边呢 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奥斯卡先拿下来 卡尔焦 埃尔克森 今天比赛 上海上港 相较于上一场比赛 乌比斯 战胜 恒大的那一场比赛 在首发的名单上呢 是有两处人员方面的更换 一个是石克 踢下了 编换位张卫 一个是贺冠 贺冠踢下了张卫 贺冠呢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伤于辅助 打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今天呢 是重新推到了首发 另外一个就是 在封线当中 今天用到了九号 埃尔克森 而十号 乌尔克 今天的比赛呢 并没有通常 比赛刚刚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北京人和呢 是获得了一个 定位球的机会 左脚将 俄伟会来出发 队胜呢 传得比较高 严峻林 将熊都没收了 今天比赛之前 看到双方球员的心态呢 还是比较的放松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京人和今天的 首发队员的情况 能将 十二号张烈 这也是场上队的 其他队员 三十一号 饶尾辉 五号万后梁 二十七号刘健 二十二号王刚 十五号陈杰 十三号史亮 七号马西卡 三十八号布坎桥 二十号曹永静 以及三十九号 调谷 这里边的曹永静呢 十一二三的球员 那么相比于上一场比赛 二比一战胜 大连一方的那场比赛 主教练路易斯加夏呢 在人员的选择方面呢 也是有一些变化 那么就是 三十八号 莫坎桥 今天呢 是顶替了 奥克斯多 菲尔南德斯的位置 另外的话呢 就是陈杰 今天呢 是踢下了四号 罗欣 这边 埃哈梅德夫 江球往里传 有机会了 想找到 埃尔克森这个落点 几乎已经成功 万好良呢 第一脚的触球呢 反应很快 化解了这次危机 再来看一下 埃哈梅德夫观察之后 江球呢 是传到中 还是想找 埃尔克森的这个落点 比赛打了 三分钟的时间 来看一下 上岗的脚球的机会 奥斯卡来发 传进来 第一点被顶出来 黄振昭 再交给奥斯卡 再传进去 投球的后蹭 投球的后蹭呢 应该是来自于 蔡惠康 这球呢 比较正 伸降张烈来 交给火烧了 蔡惠康在上一场的 比赛工 也是有一个 非常出色的表现 在进攻端上的表现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 实际上呢 对于到现场来观看的 这个观众来说的话呢 应该出的非常 有意义的一场比赛 那么由于上海体育场周围 这个徐家会体育员啊 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所以呢 在安保围面要求 今天呢 观众的人数 是控制在 一万八千人 而这里面 结合着赛季初 和赛季中 两次购买 票的总人数呢 大概有一万五千人 所以真正对外开放的 座席呢 只有大概三千人左右 所以呢 今天的比赛 也是一票难求 上岗的定位脚 小球传起来 这个球榜刚啊 并不知道 自己身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将球呢 先踢出底线 来化解危机 这样的话呢 上岗又是个脚球的机会 还是要去打莱迪 菜板的上升响了 万好凉的格纳 刚刚呢 是仅仅在定位发着五雷 沉起来 第一点呢 还是让人和的球员呢 将球接顶出来 左官 再往里打 这球没有穿好 那么目前65个积分 上岗呢 初四和恒大争冠 我们先来看下这个球啊 这边呢 突出到爬球区 把这要倒到自己 更为熟悉的右脚 当中这脚呢 上门呢 严峻龄的将球呢 化解了 39号第二谱 上一场比赛 对阵 打雷一方的比赛 就是第二谱啊 没卡尔路 再来看下这球 这球呢 不越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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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稳一稳 将这个 相互连累距离往外赖一拉 那么目前上岗的六处五积分 那么上岗初次和恒大争冠的一五赛季 就达到过这一分数 只不过当年呢是亚军 今天上岗只要再拿到一分 就可以 拿下联赛的冠军了 这边呢又是逼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老卫辉 这准备也是自己呢 不得二呢没有能够调整好 满车系列呢是由上岗的球员和拥的球员呢都是倒地 今天比赛吴雷也是 任何重点叮花的选手 吴雷呢现在26个连赛的进球 已经是凭了中超本土球员进球记录 那个进球记录呢是由李金宇所创造的 那么上一场比赛打入那个球也是中超赛场的第一败零零一个球 看这边脚球 传进来前点 外围再打 哈迈多夫的这叫大门呢没有压住 由于呢还是下了一天雨场地呢或多或少呢还是有些适合 虽然呢今天呢上海这个雨呢下的呢并不是太大 实际上今天的比赛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看到了霍尔克还有雨海 霍尔克今天的比赛呢是不会上场的 那么在赛前的时候呢我也是认到了上海的助理教练谢辉 先回收到呢今天呢用这个三个外园的组合呢是一个有非常好的这种考虑的 今天比赛呢并没有上霍尔克而上了阿尔克森 觉得阿尔克森包括阿哈迈多夫和奥斯卡这个三个外园之间 包括和乌磊 吕文君之间的配合呢面对北京人和可能上这个组合呢更为的合适 霍尔克呢是有些伤但是呢并没有答案 那么今天的比赛上岗呢应该是排出了一个433 门将呢是一号严俊宁 两个中位呢是五号石科和二十八号贺冠 在左边后卫呢是四号长城队长毛生超 在右边是二十三号傅宽 三个中场球员八号奥斯卡 六号蔡尔康和二十五号艾哈迈多夫 风险当中呢阿尔克森的居中 在左路的是七号屋磊 吕文君呢在右 实际上从两队禁六次交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上海上岗呢是四胜一平一副 占据绝对的上风 而两队呢在赛季小回合的教练当中上岗呢 当时呢是在客场 也就是北京任何的主场 五比一是战胜了任何 那么任何呢能够提前保级的主要是 因为他们在冲击线上的三名外援的 呃这个能力也是比较强 这里面呢包括穆侃乔 马西卡和第二部 今天三个人进攻线上的三叉戟 也是呢首八等场 算一场比赛 呃穆侃乔呢并没有打 直到十辆 车站直进去 这边看我有会发的机会 廖委辉的回房的这一下呢速度很快 这一瓶青叶峰子老将 李文君 埃尔克森 再给 这球呢不越位 李文君传进来 有没有机会 哎呦这球啊是乌磊打到了地柱上 下来了还有 乌磊再传 比赛刚刚开始了十二分半钟的时间 吴磊就形成了一次啊非常有威胁的射门 这个球呢速度呢并不快 打到了立柱上再来看 这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 交给了李文君 看看注意吴磊的跑位 到了后点 确实啊今天呢在场上包括吴磊 和李文君这两个边啊应该说都是拥有非常快的速度 这边苍磊 走脚往里传 虽说今天的比赛对于上个来说的话呢 拿一分就能够确保获得中超的冠军 但是今天在场的主场 他当然希望呢是靠一场打赦 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 同时的话呢可以获得中超的冠军 吴磊今天的正好呢是对阵的是对位22号往抗 往后这边的压力呢是比较大 几号马西卡 中甲时期的外援到现在在中超的赛场上呢 也是依旧非常的犀利 主观 来哈美多夫 那么很多时候在奥斯卡这个位置 这个出球点被看得比较死的情况下呢 来哈美多夫就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出球点 这边乌雷 往边陆改 这边的有犯规 15号是陈杰 15号是陈杰 特克这次的定位效率 开始奥斯卡来踢 打到后点 底下来被解决出来 接下来大门 来哈美多夫 来哈美多夫 十多分钟的时间 上岗呢 已经是取得了两到三次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明显感觉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有加大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球沾了这个水之后啊 也会变得 相对来说呢更沉一些 那么对于上岗来说的话呢 前14个主场上岗呢是12升一平一负拿到37分 已经打破了15和17赛季保持的主场拿到35分的这样一个记录 并且呢取得的12场胜利也都刷新了此前两个赛季11场胜利的记录 后两脚 后关站来之后呢 在右楼的助攻啊 相对来说那比较的平坦 那么今天仁和呢排出了一个442的一个战位 门将呢是12号张列 呃王后梁和刘健两个中位 左后位呢是31号姚伟辉 右后位呢是22号王刚 四个中场球员包括曹永静 马西卡 矢亮和陈杰 而木坎桥第二步两个人呢是顶在封线上 马斯卡也是对口重点低方的人物 这一下呢主场搬载为的并不犯规 交曹永静 给过来 这边是木坎桥 脚跟做给自己的队友 大门 脚跟呢这球呢做给了姚伟辉 姚伟辉这小球呢是蹭到了外脚背上 由于下一个缘故啊 这个球和这个球鞋的这个摩擦的这个系数啊 会发生一些改变 会变得更滑一些 主打扮呢 顾生涵 认为刚才这个球呢 流汗的球员并不犯规 阿哈梅多夫 李文君 还往里跳 下来到二点 在内部 背身 阿哈梅多夫 再扣 大门 无用漂亮球进了 场上比分变成了1比0 阿哈梅多夫 阿哈梅多夫呢 外皮调整之后的一脚远射 上网呢在主场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了 这个进球也是使得 现场的球迷的一片的沸腾 他们距离 中超的冠军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阿哈梅多夫呢 这个球呢 非常的冷静 来看 复宽的突破 这边 叫火山来 将给在 外皮打 阿哈梅多夫 靠了一下之后 拿自己的左脚 都出了一道 拿自己的右脚 都出了一道弧线 这个球的打的门将 张烈呢 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好像变成1比0了 这边又来了 奥斯卡 在交乌磊 乌磊往内线接 大门 这一下呢 也是没有能够 完全的控制好脚板 现场呢 球迷呢 非常的热情 那么由于安保的原因 今天比赛的安保呢 是非常的严格 拒绝球迷呢 将冷烟火等 庆祝的物品呢 是带进场 虽然呢 现在现场呢 还是下了些小雨 但是呢 依旧 无法浇灭球迷们的比赛的 对于比赛的热情 俯环 刚才就出到了 俯环今天上来之后呢 在右路的住户 应该出来的非常的频繁 十三号是始量 这边呢 又是侵犯了 二个车 二个车 没有球迷呢 没有球迷呢 能够跑到这个漏点 其实对于上海来说的话呢 在本赛季呢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首场联赛呢 面对胜板板 大连一方 一场8比0 是开启新赛季 随后呢 又吃一波六连胜 零跑积分榜 但是随后呢 在主场呢 被泰达逼平 一比二不敌长春 主场输给国安 紧接着又被副班长 位置的贵州逼平了 四场比赛 仅拿两分 那段时间 是上海上岗呢 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 不过幸运呢 是上岗呢 随后呢 用一波四轮不败 咬住了比分 止住了颓势 保住了争冠的希望 在最后阶段 虽然是在 第26轮的比赛中 遭到了苏宁的主击 仅拿一分 但是呢 此前主场 击败恒大 上岗呢 也是占得了 夺贯的先机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 又在客场 无比次击败了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保证恒大 现在呢 他们想着 中涛的冠军的宝座 又进了一步 上岗这个时候呢 比不高级 二克森 拿起来 太好传球的机会 吴磊先停下来 背身 这边李文君 刚才吴磊和 李文君连续 两个非常漂亮的转身 那条解雷 上岗的球员呢 也在向主台半声速呢 深度打到防守拳的手臂上 如果一会儿我们能够回报 我们再来看一看 转身 同为李文君 这球呢 应该是 打到了这个刘进的这个手臂上 但是主裁判呢 证明这个球员并不之有益的 这球员并不之有益 不得了 还要 走吧 你 还要 不得了 我 绕 那 还要 你 其实今天的比赛对于五脸来说的话呢 又非常做出了意义 今天只要他能可以进一个球的话呢 就会独享中高本土球员进球记录的这一种 刚才说到了 比较刚开始 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五脸呢 正好是个王刚的对位 在这个位置上呢 任何的这个右边后卫王刚的压力呢 会比较大一些 这应该是今天的比赛 佩迪拉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安排 就是在右路四宽上去之后 包括李渔君 有机会从右路呢 就往中间的去找 艾尔克森的这个落点 马西卡 马西卡还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外园球员 在这边 防止他的股材 桑林在中场的组织 将冲的队向右龙 防备给他助攻上来 蔡伟康在看 没有太好机会的时候 奥斯卡将比赛进攻的节奏 也是放慢 确实刚才球断了下来之后 但是抬头一看 北京人后的防守球员的数量 并不少 这边找申浩 找吴磊 能将张烈出来了 这边回 把西卡将球的传进去 其实赛前呢 从这个球员在训练的时候呢 面部的表情呢 来看上海的球员呢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的放松 确实呢 对于 在两队手回合的较量当中 当时呢 在课上5比1呢 是战胜了任何 而且呢 现在呢 对于任何来说的话呢 又是一种 无语无求的这样一个状态 球队呢 这期间呢 完成了保底的任务 那么路易斯呢 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呢 也说 本场的比赛呢 他会派上一些年轻的球员 但实际上 我们拿到手法的名单来看 完全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呢 本场的比赛 赛前所说的 更多的像是 放了个烟雾蛋 第三个进球 在中超的排名呢 是第二多的 那么今年 等个赛季 对于上个来车的话呢 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呢 就是在后防线上 他的失球数呢 是29个 在所有的中超球队当中呢 是排在第一场的 另外他的 获胜的场次呢 是20场 失败的场次呢 是三场 这个呢 都分别是第一多和第一少 你看这位球队呢 在这一项数据上来讲的话呢 确实呢 都是非常不错 也就是说球队的整体 整体上呢 相较于往年 是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特别是在后防线上 再来看一下 刚才阿哈曼拜托铺这个球 拿左脚一扣 广过了防守学员之后 拿自己的右脚 将球呢 是射住了四脚 人和呢 还是一支 依靠打反击 打得比较多的 这样一支球队 那么球队一直没有解决的是 在阵地当中 阵地战当中的 进球的问题 主要还是一号 第二谱 罗阔木坎桥 以及曼西卡 第三位来源球员呢 用个人的能力 比赛呢 打了超过了半个小时 在控球率上呢 上海上港呢 是59% 对41% 控球的次数 是167 对131 传球成功率 是79% 对71% 就的话没有中间 想走两人中间 这个人才把他耍成响了 去了上港全员的防守方规 马西卡呢 是属于这种身材不高 但是呢 非常敦实的球员 速率呢 非常的快 重心的很低 其实是airyland 你要板上 走啊 你竟然 让我活着 不然 你竟然 你竟然 我都尝尿 你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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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 上个这边的 也是区域的防守 跟回江秋的打进去 第一点防身 扑关鞋顶出来 再往里传 投球 再办的事要撑下了 助理才办的事 这球是个月未走 那么在场军射门的数据上来说的话呢 本赛季打到目前为止 上海上港的射门数呢 场均是15.5次 在中车当中呢 是排在第二位 摄政数呢 是6.5个 也是排在第二位 摄政率 4% 这个是排在第一的 无论这会儿呢 又来到了右路 和旅温军俩是换链口边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上海上港呢 已经有7次的射门 并且呢 取得了一个进球 而北京城坑呢 现在呢 是两脚上海 这个球啊 虽然没踩上 但是呢 拿膝盖顶的这一件 也会比较痛 穿进去 穿过的球 乌磊要打零空 对球呢 没有踢上 古类这球踢完之后呢 也是看了一下 这个第一助理裁判 看看自己到底 有没有阅位 他看了个主动拳呢 一样呢 是让上海呢 将球呢 所控制 乌磊 尔克森 脚白蹭一波 看个列球 裁判怎么给 给了脚球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顾春寒 尔克森林 他在前点的后侧 尔克森林 他后面都扶 吹了马西卡的犯规 阿哈梅多芬呢 刚才呢 把这个落点啊 卡的还是比较死 确实要让马西卡能够 突破过去的话呢 威胁很大 他这一名速度 非常快的一个球员 能打中路也可以打边 阿尔格森 今天的 在右路的传中球呢 基本上第一落点 全都是去找他 反卖多芬 蔡伟康 好球 好球 看看屋内能不能追上 扣克兰 这球呢 屋内能扣归了 那么下了一天的雨之后呢 今天这个草皮也会显得有些松软 给他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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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at 走去 去了阿尔克森的犯规 就给他马上 把音订换到快发 王刚 再给马西卡 苍军 苍军呢 现在已经是 这支球队当中的绝对的主力的球员 海迈多扶持线呢 上是有点慢 犯规了 主裁班又掏牌了 北京联合的15号 陈杰 又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陈杰今天的比赛呢 是顶替了上一场比赛四号龙心 这样的话呢 北京联合的陈杰和右边后卫王刚 两个人身上呢 都是吃到了黄牌 那海迈多扶呢 现在呢 还是倒在场地当中来接受治疗 那么今天的比赛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比分节奏的话呢 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中国做协的副主席李玉翼 同时呢还有这个徐庚宝 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进行的是颁奖一试 比赛三色的副主席李玉翼 有任何一试 她说了 案子 是 3 qana 蔡卫康 在内波 李文俊的刚才是做给艾尔克森 艾尔克森第一下没有停好 没有能够现场是我们的机会 那么在所有的中超球队当中 上海上岗并不是一个控球上 非常占优势的这样一个球队 他们的场均的控球率是53% 这个在中超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五位 而且他们的传中数 场均是21.9个 这个仅仅是排在中超球队的中游 排到第八 但是今天的比赛 尔克森上来之后 特别是在右螺 无论是李文俊当时打右边 还是副关助攻上来 经常是四处怒角往中间去找 李文俊 李文俊现在已经是成为了 这支球队当中一个半机油 各个位置都能踢 我们看桥 哦 这球 这球吹了 赴欢的犯规 在落地之后 王刚呢 这个有一个拿手去够球的动作 两人上来 这球呢被过掉了 再往里传 呜 后悬的 要有回这球呢 是打到了 阿哈迈多铺的这个脚篮 之后呢 球呢直接奔着前门入而去 严玉玲将球呢 是扑了出去 要跟他这名左脚 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给云玲的脚球机会 由于呢是左脚来踢 所以前面处呢 并不需要站人 球进来 第一点呢是被回来的艾尔克森 现在要球能化解掉 下部场的比赛 已经是来到了最后的阶段 下部场比赛呢 相停50呢 是一分钟的时间 实际上有一个大力之级外球的这样一个技能 五雷 还有这边想做一个冷静的风光 又要吃白了 又要吃白了 刘剑 刘剑有的时候在场上 都是比较容易这个头脑发生 面对上来的刘剑 屋里这边呢 想一个人就分过 这一项呢 动作不大 但是呢 对于球员的这个伤害呢 还是不小 好 这个时候主裁判 顾春寒 是吹下了冲锋 上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上部场比赛 凭借着艾哈梅多夫的远射进球 障碍上满了 目前呢 在上部场比赛中是1比0 领先于北京人和 我们也是呢 和你一起呢 稍时的休息 稍后来心掌创 下半场的下来 球排金装洗力 天然气自由 释放引擎 极尽动力 激发超烦表现 洗力合成有 全新升级 白酒高度不难 柔和也不难 高度又柔和 难 52度酒鬼星红毯 创造高度柔和 酒鬼酒 富裕香 功夫不富有心人 华晨中华VC 以保携手CCTV 邀您共赏精彩足球赛事 只有纯净的内心 才能让我们 发现真正的自己 走向大美的天地 心纯净 心至美 以保 成为RX5 薄金系列 全新上市 飞科智能体虚道 智能体虚系统 全方位浮动体虚 全身水洗 飞科智能体虚道 智能社交SUV 东风风行T5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东风风行 携手CCTV5 为中国助威 打开音乐 打开电台 智能社交SUV 智能社交SUV 风行T5 华晨中华VC 提醒您收看 黄金赛场 公负不负 有心人 华晨中华V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飞科智能体虚道 智能体虚系统 全身水洗 飞科智能体虚道 荣威RX5 搏金系列 全新上市 打开音乐 打开电台 智能社交SUV 风行T5 美是自己的 没法听别人指教 现在 关掉美颜 关掉预警 我的美 很帅 飞科智能体虚道 智能体虚系统 全身水洗 飞科智能体虚道 盛气如威RX5 互联网SUV 要您收看精彩赛事 荣威RX5 搏金系列 全新上市 好了 欢迎回来 在上场的比赛当中 上海上港是在主场1-0 暂时领先 今天进行比赛的时候 上海在下着雨 但是好像焦不灭 主场球迷的这种热情的气氛 毕竟 北京人和的对手实力 和上海上海相比 还是有一些差距了 不过就站在 夺冠的门槛边上 可能对上港的对象来讲 本身心理上 应该也是一个 小小的考验吧 对 上海上开始阶段的 给人感觉 开始 上海稍微有点紧 有点紧 因为离冠军奖杯 就半步了 对 半步之遥 所以大家都是有这种 这弦绷得很紧 肚子怎么拿的 怎么拿捏的好 才能够更好的发挥 通过脚球的反复进过 造成了一种压力 奥斯卡船中无垒的投球 麦哈麦多夫 在外围的远射 其实上半场 唯一的一个进球 麦哈麦多夫的进球 在之前 他是调到右脚打进 这个世界波 但是在之前 就是二点球出来外围 有一脚 外围 左脚的冷射 已经 实时毫离了 那看见这场比赛 麦哈麦多夫 在外围的位置 这个抢二点球 抢得不错 而且今天 他的脚风也很顺 这个球是运气稍微差了一些 互联保守打门的 将球打到了球门立柱上 人和这边主要是在中路 让两个广东级的球员 陈杰跟史亮 形成双后腰 看这球 这是第一次 麦多夫 左脚的远射 这个球其实就很接近 很危险 今天看他在外围 他外围的保护 和抢二点球的欲望 完全是抢在方二点球的身前 来自于饶尾辉 他一脚远射 因为谈到了饶尾辉 如果他在进攻当中的能力 传球跟射门的质量 再做提高 他完全可以做一个编译 能够擅守的球员 这是麦多夫的一脚 一个甲扣 假设中扣 六两次两次能打进了十分角 所以当人和的整体防线 回车太大的时候 就造成 史亮都已经在万后粮身前 陈杰跟史亮被 麦哈玛特夫同时一扣 两个人被晃走 所以他俩的位置一重叠 就形成不了 在四个后卫两中身前 形成了屏障作用 就失去了 从上半场情况来看 上海上岗在进球之后 好像队员的这种相对来说 比较紧绷的情绪 得到一定的舒缓 吴蕾在反击当中的速度 应该给对方造成了挺大的麻烦 艾哈麦多夫在中场出现 也使得球队在中场 环节显得腰更硬 虽然蔡惠康也是一个很好的 拦截型的后腰 但是艾哈麦多夫 在衔接中后场 这个方面做的应该比蔡惠康的工作更多一些 对 今天实际没让胡尔克首发 让麦哈麦多夫跟蔡惠康行双后腰 也看出主教练佩雷拉 今天他也知道 首先要做好防守 如果被人家偷袭了 那主场拿一分都可能有困难 因为这场比赛虽然是势灾必得 但是如果队员这根筋绷得太紧 比赛这个度拿不好 也许会小个贵翻缠 所以他今天刚才赫尔谈到了 这个腰一定要硬起来 先要做好防守 是 另外一场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 是重庆思维 在主场和广州亨大淘宝的交流 本来人们认为 赛季的冠军争夺战 还要在最后一轮再见分晓 但实际上上一轮 其实大事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对 在两场同时开球的比赛当中 重庆思维的进球 恰恰是在艾哈麦多夫 在上岗那边进球之后不久诞生的 我不知道恒大的队员在场上 有没有得到一些消息 对 而且这个球能后卫的解围 是一个主动失误 这以往在恒大的后防线是少有的 不过重庆思维的队员速度之快 这是独步中超的 这是南郊的快速王黎某 身体的优秀确实 王黎某这速度起来 在小禁区里边 防守队员跟着身体借助 要注意了 这也是重庆思维这几赛 一直主打外援的个人能力 没错 那么现在的情况 在同时进行的所有八场比赛当中 只有一场比赛 上半场没有进球 就是天津泰达和大连一方那场比赛 暂时是0比0 其他的一些场次都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 有些我们觉得势在必得的队伍 在上半场反而是落后 有些可能 我们感觉他可能还要争夺一番的球队 结果上半场早早就处在失利的局面之下 中超最后两轮安排在同时间开球 可能也是因为互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太复杂了 所以让大家尽量都集中好去在同一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在本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自己球踢好 可能命运不完全掌握在每个人的自己手中 尤其是在最后的一轮和这一轮到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所以我们看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上岗 现在都已经说一只脚已经跨到这个冠军脚背的边上去了 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冠军脚背 时隔八年中超当中将会出现新的冠军的名字 最后的45分钟 也许将在今天给我们答案 我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进入双方 下半场的较量 你需要娃哈哈苏打水 酸减平衡更舒畅 娃哈哈苏打水 飞喝智能体虚道 智能体虚系统 全身水洗 飞喝智能体虚道 8848太精手机 以专属致敬成功 CCTV5高端赛事合作伙伴 8848太精手机 飞喝智能体虚道 智能体虚系统 全身水洗 飞喝智能体虚道 ��代表 储恩体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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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的这一侧达到了45% 中路的进攻呢比较少 19% 左路的进攻呢是36% 后掌桥 贺贺贺贺贺贺呢是拖着自己的这个 贺贺呢也是刚刚商誉复出 刚才从这个圈的直立动作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有肘肌的动作 好张卫已经站起来了 最左边这个张卫 张卫随时准备着这个替补登场 其实看到了上场比赛 在吴磊的一些热区图可以看到 吴磊呢在上场比赛上中呢 在边路呢其实还真的不多 他更多的位置呢是出现在了 进攻锁路内部这个位置上 转角出现在失窝 这边的奥坡 侧尾康的拦截 出口 出口 纳尔克森上场比赛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发球区内 就是在边路这种往里边的这种调球啊 第一队能找他 就能丢掉了 蔡文青 又犯规 这是一个战术的犯规 蔡尉康 蔡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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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青